遊戲沒有體力限制 正常遊玩不課金也能組出兩到三副牌甚至更多 課金只是為了抽到更多稀有卡並不會影響什麼 對於那些喜歡無課的體驗又不想被逼著花錢玩家來說真的非常吸引人 各位0號AA 我是猛1小薰 歡迎來到我的Youtube頻道 最近天梯賽終於開始進行了 結果第一次的天梯居然是用假天梯制度 只要贏的45勝就必定有一個金牌勳章 其實也不錯啦 畢竟目前的郵件環境還是運氣大於一切 如果真的連很黑一路連輸也不是不可能 所以我覺得這波操作是OK啦 那就大家一起加油輕鬆拿勳章 好啦 廢話不多說 進入正題 這陣子大家應該都知道PTCG POKETER最近真的火到不行 才剛上線短短四天就創架了1200萬美金的營收 現金都還在持續提高 不論是社群還是Youtube 到處都能看到它的相關內容真的很可怕 甚至我身邊的人都在玩 每個都撞毒的很嚴重 真的很扯 有些不了解寶可夢也玩得很開心甚至花得很兇 今天我們就來聊聊PTCG POKETER成功的五大原因 看看為什麼大家瘋得這麼誇張吧 1.每天可以抽免費兩包卡包 帶來嘗試的主要動力 每天登入就可以免費抽兩包卡包 這讓大家有了不課金也能玩的優勢 很多人抱著試試看的心態就入坑了 我知道就是現在正在看影片的你們都是這樣進來的 順便來問問看大家今天都抽到什麼卡呢 歡迎在留言地方告訴我 加上很聰明的使用了第一代最經典的151 基本上沒有人不認識這些寶可夢吧 吸引了很多本來就只認識前幾代寶可夢的玩家 甚至一些沒玩過寶可夢的也會被吸引進來 這樣的設計有效的擴大了遊戲的潛在玩家群體 這點抓住了圈圍玩家 但我還是要抱怨 我一直抽不到寶石彩星耶克斯 幹 2. 無課也能玩得開心 遊戲沒有體力限制 正常遊玩不課金也能組出兩到三副牌甚至更多 課金只是為了抽到更多稀有卡 並不會影響什麼 對於那些喜歡無課的體驗 又不想被逼著花錢玩家來說 真的非常吸引人 這點抓住了喜歡無課玩遊戲的玩家 3. 對戰機制超簡單不複雜 遊戲的對戰機制設計的簡單 即使是新手也很容易上手 而且遊戲內有很多帶有賭博元素的卡牌 讓人總是在賭下一回合能不能翻盤 即便有時處於劣勢 賭狗牌總是有機會能反僵一軍 當然 如果從一開始就卡搜卡到不行 也是很影響遊戲體驗的角色 哈哈哈 幹 真的超氣耶 有些牌不來就是不來 或者是小霞就是會一直背叛你 真的超討厭 這點抓住了不喜歡複雜遊戲的玩家 4. 抽到稀有卡很好曬卡 稀有卡不僅稀有 還特別適合用來曬卡 這遊戲最好玩的地方就是曬卡了 因為大家都有在玩 其實都懂這些稀有卡有多稀有有多難抽 這讓玩家更有展示自己卡片收藏的動力 而不同於限時卡牌 10卡你抽到多屌的卡 對於不懂的圈玩家 就是覺得只是一張破綻好不好 拜託 這點抓住了喜歡曬卡的玩家 5. 課金抽卡只是抽稀有卡不影響戰力 課金抽卡的主要目的是獲得稀有卡 而不是提升戰鬥力 欸等等喔 我...可是我想課金抽寶石來星夜克斯 我因為沒有這張卡 某方面來講我也是想提升戰力吧 10卡對於實戰影響完全沒有 整體來說可以當做買普卡的新Skin方便曬卡而已 這樣的設計讓課金成為一種收集愛好 而不是逼迫玩家花錢強化的角色 這點造成不會pay to win的出現 可是我就沒有保持愛星夜克斯可以玩 五方都抓住的情況 玩家只要玩一段時間就會覺得 課一點點錢也沒關係 下一抽一定出 好想要某某皇冠卡喔 可惡就差幾張就全圖鑑了 其實不自覺的就會課一點錢了 但其實Poketor相較於其他手遊 我覺得也比較不貴一點啦 但就是因為這個不貴 我這個月的Poketor一定課6000多台幣了 雖然沒有保底機制 但是不管有沒有課金 我覺得我身邊的人都玩得很瘋 玩得很中毒 已經證明這遊戲真的非常成功 總結來說 PTCG Poketor透過這五大策略 成功吸引了不同類型的玩家 不論是喜歡寶可夢的忠實粉絲 休閒無課玩家、收藏性質玩家 還是想要享受賭博刺激感的玩家 都能找到自己想要的樂趣 欸幹 我覺得我全部都中了 難怪一直花錢一直玩 DNA這波的操作真的是高招 不僅留住了現有的寶可夢玩家 還吸引了很多新玩家加入 而且其實就算你不打對戰 你每天上線當毒狗抽兩包卡包 解每日任務 也可以滿足一些守恨養之養抽卡的玩家 加上抽到稀有的卡 對於實戰上也沒有任何幫助 造成這波PTCG風潮影響到全世界 那對於長期玩DNA遊戲的我 其實還蠻開心看到DNA這波這麼成功啦 就希望這波的營收可以反規點到寶可夢大師夜格斯 喔求求你 求求寶可夢大師夜格斯好不好 拜託 如果喜歡我今天的影片 請記得在右下角按個喜歡 左下角按個訂閱 那麼問問看大家今天都抽到什麼卡呢 歡迎在留的地方留下你的歐洲或非洲 更多的內容我們留在未來相見 那我們下次再見啦 掰掰 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